今天我会和大家介绍VideoIndexer 它有不少的功能 我们用一个demo来开始 现在我们就看到VideoIndexer的webportal 首先我们可以Enter一个key term 它就会在我们Upload过的所有video里面 Return一个最合适的给我们 今天就去看我可以analyze到什么 首先按transcript 你就见到可以出所有讲过的东西 和onscreen的words 即OCR 另外我们可以把它翻译做另外一个语言 如果我们回到insight tab 第一件事我们看到 它可以抽取到Video里面的不同演讲者 和他们出现的timestamp 按一下timestamp 你就可以看那个部分的video 另外你也看到它抽取到Video里面 所提及过的key words 和annotation annotation是指Video里面出现的场景和物件 例如出现个人和网球等等 另外我们看到它也抽取到提及的brand 例如Microsoft和Uber 最后都可以做到speech sentiment的analysis 在刚才的demo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VideoIndexer的五个主要功能 第一它可以转录和翻译视频和音频里面出现的信息 第二它可以鑑定和提取video里面所提及 和出现的品牌名人和文字 第三它可以通过音频的分析 和人面的检测在时间组上面 帮你标示不同演讲者出现的时间 第四它可以抽取关键字 和进行一些情感的分析 最后它可以进行内容的审核 和去除雜音 讲到这里你可能在想 为什么还没提到API 那我应该可以怎样写code来和它互动呢 其实不用担心的 有三种方法可以用VideoIndexer 第一种就是刚才demo出现的webportal 那另外呢其实都有一组REST API的 它们就是覆盖了所有webportal可以做到的功能 那另外你还可以选择 将VideoIndexer的webwidget 陷入到你的程式里面这样用的 那么多的选择和功能 现在试试VideoIndexer 感谢观看